县府地政处执行乡村地区整体规划作业 希望协助竹山地区的发展 日前也召开工作坊简报活动 来说明作业概述听取地方建议 当中针对交通运输议题 县远蔡萌尔也提出建议 很感谢南投县政府来办理这个计划 我想很多地方在我们的乡村 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那以整个竹山镇来讲 我觉得我们竹山镇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它的交通问题 公厦真的是非常的不普及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整体计划 有关于运输部分 能够改善我们的交通工具 这是孟儿最恳切拜托的一件事情 另外针对居住议题 县远蔡萌尔相当关心青年住宅的新建 今年县府要尽早释出相关资讯 让民众了解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居住的问题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即将在竹山镇来建设青年住宅 那青年住宅呢 是从18岁到45岁以内的人都可以来申请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启程转合 速度也能够快一点 也能够把这些资讯出来 让我们乡亲知道有一个方向 也有一个帕省 如果想要买的人也要有一个帕省 他的资格限制在哪里 我也希望说这些限制要赶快出来 有关竹山农业发展议题 在此次会中也有里长提出问题点 先议参门额希望有关大论能够重视 积极协助改善 刚刚我们严正里长所说的 我们的餐横 我们的农田 原本是土路 土路 现在我们水利会 善意地把它改成水泥浓路 但是呢 它水泥浓路的宽度只有30公分 那当雨下大的时候 必须要去关水 那要去关水的时候 农民几乎都是老人家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水利会 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 一定要去做一个完整的改善 议长和尚丰肯定乡村地区 整体规划作业的推动 也期待在统整地方出求之后 能够串联有关部门来进行规划 连领处妥事的方向 让竹山地区能够更好的发展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